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拜登政府上场后 中美关系在台海劍拔老张 《纽约时报》评论文章指 虽然中国可能会是拜登的噩梦 但中美不可能爆发战争 文章指出 有人担心中国可能向东沙群岛或金门岛施压 或派遣潜水艇切断台湾互联网的海底电纜 或阻止台湾石油输入 或下令以网络攻击破坏台湾的银行系统 文章指大多数专家都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袭击 全面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更小 虽然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是十几年来最大 但东沙群岛或金门岛一旦开战 美国很可能陷入至古巴导弹危机以来 与另一个核大国最危险的对抗 新冠疫情示弱美国 文章建议拜登政府在谈论中国时可以谦虚一些 认为中国在处理新冠疫情时 虽然初期表现未如理想 但后来以洪荒之力抑制病毒的蔓延 挽救了一千上万人的生命 文章又引述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卫的意见 他建议美国可以回顾美苏冷战时期用过的策略 从军备控制协议最高领导人以线 以及军事磋商等方面着手 看看可不可以为中美紧张的关系降温